主内平安 现在让我们听一位圣人的故事 向他学习如何爱主爱人 9月29日 圣迷俄尔 圣加比俄尔 圣拉法俄尔 总领天使 The Holy Archangels Michael Gabriel and Raphael 圣迷俄尔 意思是 谁能相似天主 他在天上率领众天使 与撒旦征战 圣经描述他是 总领天使之一 而且是战胜地狱势力的 天上领军者 从宗徒时代开始 这位总领天使 就特别为教会所崇敬 而且 常常视他为教会的主宝 与保护者 希腊教父与其他许多人 都将他视为 众总领天使之首 圣迷俄尔是 杂货商 水手 散兵 警察和病人的主宝 圣迷俄尔 圣迷俄尔 意思是 天主的人 或 上主 以彰显自己的 威能 他第一次出现在旧约 达尼尔先知书 负责向先知宣告 并解释 关于七十周的预言 可参队 可参阅达尼尔先知书 第九章二十到二十七节 在新约中 他是那位向扎加利亚显现 宣告若汉喜者诞生的天使 也是负责向圣母玛利亚显现 宣告她将由圣神受孕 将是救世者的母亲 圣迷俄尔 是传媒工作者的主宝 圣拉法厄尔 意思是 天主一致 在旧约中 他是受天主差遣 帮助托比特 多比亚 与萨拉一家的天使 当时的托比特 害了眼病 许配给多比亚的萨拉 也因为魔鬼的缠绕 七次在新婚之夜 死了新郎 圣拉法厄尔 巧装成一个名叫阿扎里亚的青年 帮助多比亚经历了许多艰难 教他如何安然地 与萨拉度过新婚之夜 此外 老父托比特的眼睛 也因为天使而得到治愈 圣拉法厄尔是盲人 愉快地会晤 护士 医生与旅人的主宝 谢谢您的聆听 愿上主祝福您 平安喜乐